民进党胜选之后 中共目前的种种动作 凸显两岸关系依然非常紧张 可是在中国和香港的民众 都希望两岸关系能够改善 和平解决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 一些受访的中国民众认为 赖清的不太注重和平 这个看法符合中共的宣传口径 如果是同样的话 可能还是会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就是维持这种现状 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自己有蛮多台湾的朋友 然后我是觉得他们越来越 就是会往大陆这边走 然后我会觉得希望越来越好 就是两边能有一天可以就是通在一起 始终跟进得不是很贴 大概知道有三个孝顺人 大家有不同的主张 我想什么主张都好 最后就是国民主张 一些受访的中国市民认为 赖清的延续蔡英文的两岸政策 两岸关系恢复热络有点难度 甚至认为赖清的上台 两岸关系要维持现状 也有可能有点困难 香港民众则认为 台湾两代人的思维不同 40岁以下的年轻一辈思想比较开放 更倾向于类似美国的政治文化 而老一辈则支持国民党 以两岸和平为主的政治理想 估计两岸关系短期之内难以为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